数学解题法之等量变形 第2集 利用等量变形来解决各式各样的难题 我们看到例题1 数列an满足a1等于1分之1 首项1分之1 an-3乘an-1等于1 n大于等于2 求它的一般项an 这个题目呢 如果你列它前面好几项 看不出有什么规则 也不是常见的等差或者是等比 这是用递回关系式的题目 看起来蛮困难的 找不出规则 怎么办呢 有已知 就是题目给的条件把这个 拿到等号右边 an 等于3乘an-1加1 这时候呢我们很巧妙的 在两边各加上1分之1 an加1分之1 等于3乘an-1 它前一项 加1加2分之1 那这边是2分之3 把3提出来 就得到an加2分之1 等于3乘an-1加2分之1 这什么意思呢 就说 你只要把这个数列 每一项加上2分之1 后项就是前项的3倍 就成等比 数列了 是不是很奇妙呢 n大于等于2 比如我们看到a2 加2分之1 就是a1加2分之1的3倍 a3加2分之1 就是a2加2分之1的3倍 3的平方 所以呢 以此类推 an加2分之1 是3乘an-1加2分之1 每项加2分之1呢 后项就会是前项的3倍 乘等比数列 然后把这2分之1呢 再拿过来等号的右边一减 就得到一般向 an 等于3的n-1次 减2分之1 是不是很奇妙呢 我们加了2分之1 让它乘等比 数列 最后再把它减掉 再还给它 就得到所谓的一般向了 是不是非常的巧妙 利用两边 加上2分之1 说明 为了使此数列的各项 产生关联 我们可以在 递回关系式 的两边 各加上1分之1 就发现 此数列的各项 再加上1分之1后 从第2项开始 集成为等比数列 如此 便可以得到 元数列一般式的 表示法 是不是非常巧妙的解法呢 请看到例题2 这是个等差极数的问题 就是1加2加3 加到100的和 这是个等差极数 公差是1 这个慢慢加当然是很麻烦 怎么办呢 我们先用个符号代例它 12S 等于1加2加3加到100的和 然后把它倒过来 重新排列 整个集数倒过来写 199 98 一直到4321 或者把它倒过来写 然后把这个式子的左边加左边 右边加右边 等号的两边各自相加 就会得到 两倍的S 那这边刚好 1加100 101 2加99 101 因为它呈等差 所以你会发现每项呢 都刚好是101 那有几项呢 有100项 所以就变成100 乘101 所以两倍的S 是100乘101 所以把2除过来 S就是50乘101 就是5050 这方法是不是也很巧妙呢 我们只要倒过来摆 再一加 就会发现个规则 很简单的规则 就可以得到它的总和了 就不用那么辛苦 再慢慢加了 此例为 等差极数求和 只需要巧妙的将原式顺序颠倒 再将此两式相加 这也是用等量加法 就等号的左边加左边 右边加右边相等 左式加上左式 右式加上右式 划减后 即可得此极数的和 一般等差极数求和公式 也是利用这个方法得到的 是不是非常的巧妙呢 以上是数学解题法之 等量变形 第2集 利用等量变形 有许多精彩的表演 谢谢各位的观赏